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的焦点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连任竞选引发的巨大争议 第五位民主党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 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让民主党通过公开程序选出新提名人 拜登竞选团队承认党内存在不同意见 但坚称党内将会团结一致击败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随着拜登的辩论表现引发质疑 曼钦和其他四位参议员都建议总统专注于剩余任期内的工作 而不是竞选连任 这场政治风暴将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信息来源于《环球邮报》、《雅虎美国》和《卫报》 深入探讨了围绕美国总统乔·拜登连任竞选所引发的争议 特别是多位民主党参议员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动态 近日 第五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敦促现任总统拜登放弃连任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曼钦 作为一个独立人士 虽有民主党背景 但他常常与党内领导层对立 曼钦在多次新闻节目中表示 他认为拜登应该将重心放在完成其现有总统任期 而不是再度参选 曼钦指出 81岁的拜登原计划在结束德拉瓦州海滩的疫情隔离后 重新投入竞选活动 但他认为拜登需要将火炬传给新一代 并表达了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 不仅曼钦这样认为 其他多达30多位国会民主党人 也表示是时候让拜登退出竞选 四位民主党参议员 佛蒙特州的彼得 维尔奇 蒙大拿州的乔恩 泰斯特 新墨西哥州的马丁 海因里希 和俄亥俄州的谢罗德 布朗 同样呼吁拜登退出 虽然拜登的竞选团队 承认党内存在不同意见 但他们坚信 最终党内将团结一致 对抗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 拜登竞选发言人米亚·埃伦伯格 强调民主党不同于共和党 能够接受并庆祝意见分歧 但最终会在11月的选举中 团结一致 击败特朗普 曼钦表示 他相信拜登有能力 完成他的总统任期 但竞选活动 可能对拜登的健康和福祉 带来负面影响 他认为 如果拜登在剩余的任期内 专注于重要的国际问题 如加沙战争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将有助于展示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 有序权力转移 曼钦并不主张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取代拜登 而是呼吁进行一场公开程序 以选择新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 他提到了一些 具有潜力的候选人 如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 夏皮罗 和肯塔基州州长 安迪 贝希尔 认为他们在团结各州人民方面 表现出色 这种开放的程序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扩大党派的影响力 然而 面对这些呼声 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态度坚决 表示他无意退出竞选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强调 他能够击败特朗普 并一直与家人和长期助手会面 抵制让他退出的努力 拜登团队认为 尽管党内存在不同声音 但最终 大家将齐心协力 确保在今年11月 击败特朗普 一些拜登支持者 在新闻节目中 也反击了这些 要求他退出的呼声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 罗卡纳表示 拜登拥有包括 非裔美国女性 蓝领工人 和初选中投票给他的老年人 在内的支持联盟 如果拜登被迫退出竞选 这些选民会感到 自己被忽视和边缘化 此外 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警告说 试图在选票上 取代拜登的努力 可能会遇到法律挑战 因为全国各地 约有1400万人 在民主党初选中 投票给了拜登 这些法律挑战可能会认为 让少数人在幕后 决定替换候选人 是不合法的 曼钦在多次新闻节目中 表达了他的观点 包括在 CNN的国情咨文 ABC的本周 和CBS的面对国家 他也指出了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引发了人们 对他能否顺利竞选连任的质疑 拜登在辩论中表现欠佳 导致许多人质疑他是否有能力 在2024年的选举中 击败强劲的对手特朗普 尽管如此 拜登坚定表示 他将继续参选 并努力实现他的连任目标 他在多次采访中强调 除非有重大健康问题 否则他不会退出竞选 拜登的竞选主席 德詹奥玛利 迪伦也表示 总统无意退出竞选 并且他将继续为连任努力 奥玛利 迪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拜登的目标是赢得选举 并继续担任美国总统 连任第二个任期 综上所述 尽管党内部分人士 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但他本人和竞选团队 坚决反对这一呼声 并相信最终党内将团结一致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击败共和党候选人 拜登和他的团队强调 尽管存在不同意见 但他们将齐心协力 确保民主党 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连任竞选 面临越来越多的内部压力 特别是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声音 第五位民主党参议员 西服吉尼亚州的独立参议员乔曼钦 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以便让民主党在公开程序中 选出新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动作加剧了围绕拜登连任的争议 并引发对其辩论表现 和竞选能力的质疑 乔·曼钦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参议员 曾多次公开与民主党领导层对立 曼钦在五月份离开民主党 成为独立人士 但仍与民主党人一起参加会议 他表示 拜登应该专注于完成现任总统任期内的重要工作 包括应对加沙战争 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认为 这样的专注将有助于国家的稳定 和世界超级大国的有序权力转移 并呼吁民主党开放程序 选出新候选人 曼钦还提到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和肯塔基州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作为潜在的替代者 除了曼钦之外 还有四位民主党参议员 已经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他们分别是弗蒙特州的彼得、维尔齐、蒙大拿州的乔恩、 泰斯特、新墨西哥州的马丁、海因里希和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 这些参议员认为 拜登不应寻求连任 并表示担心他的健康和竞选活动对其的影响 然而 拜登及其竞选团队坚持表示 总统无意退出竞选 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米亚·埃伦伯格强调 民主党是一个接受并庆祝不同意见的党派 但最终将团结一致击败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拜登竞选主席的詹奥马利·迪伦也表示 总统坚持参选 并准备在本周重新投入竞选活动 拜登的辩论表现 引发了对其能否发起一场有说服力的竞选 以击败特朗普的质疑 特别是在面对特朗普时 拜登的健康和活力成为焦点问题 拜登坚持认为他 可以在2020年的重赛中再次击败特朗普 并一直与家人和长期助手会面 抵制将他推到一边的努力 尽管面临内部压力 拜登的支持者在新闻节目中 反击了要求他退出的呼声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卡纳表示 拜登拥有包括非裔美国女性 蓝领工人和在初选中投票给他的老年人 在内的支持联盟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则警告说 试图在选票上取代拜登的努力 可能会遇到法律挑战 因为全国各地有大约1400万人 在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他 总体来说 围绕拜登连任竞选的内部争议和压力 显示了民主党内部 在面对共和党挑战时的分裂和焦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些内部讨论和争议 将对民主党未来的选举策略和领导结构 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应该坚持竞选 他有丰富的治理经验 且在应对COVID 19大流行和经济危机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 唐纳德、特朗普重回白宫 将是对民主的危险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楚天书 你是活在幻想里吗 拜登的辩论表现 差到让人怀疑 他是否能完成一场竞选 与其让他做一个 连自己都说不清话的总统 不如让民主党进行公开程序 选出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候选人 拜登辩论表现不佳 别忘了他在2020年辩论中压制了特朗普 当时的表现可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你要知道 统治一个国家不仅仅是辩论舞台上的亮点 更是实际行动中的成就 拜登在基建法案 疫苗接种推广等方面的成绩 有目共睹 嗨 亲爱的楚天书 你提到拜登的成就 这些都无法掩盖他的年龄问题 他在2024年将是82岁的高龄 健康状况备受关注 你难道希望我们的总统在椅子上睡着吗 是时候换个年轻有活力的领袖来应对未来的挑战了 天国问题 这些只是政治对手的抹黑罢了 罗纳德里根在任内也年事已高 但他成功地结束了冷战 拜登同样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 特别是在加沙战争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 他的经验和稳健正是我们需要的 经验固然重要 但太过于依赖于一个高龄总统 就像依靠一台老爷车 随时可能抛锚 我们需要的是一台性能卓越的新车 比如宾系法尼亚州州长乔什 夏皮罗或肯塔基州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他们有新的思维和能量 可以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